原神新联动 火神大世界骑摩托 马拉尼变白后美爆 队长露脸超帅动画最新消息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是有关外服刚官宣的新联动 感觉韩服最近的联动活动变得好多 经典辣年糕加酸萝卜块 桌上这菜画得真的非常斯密达 但一群盗气人吃韩餐怎么看怎么喜感 话说这凌华是刚打完深渊吗 有关马拉尼新增的小动画紧急救援 这个画风挺可爱的 看起来很精致 点进去之前没想到做的确实还不错的样子 动作很流畅 画风和之前两个短片大致趋同 应该是稳定的制作班底 应该是原神自己的动画组画的 貌似以后的新线5除了PV和演示 还会多个专属小动画 希望老角色也可以在复刻的时候拥有 白可遮白瞅这句话我以前不信 但是看到漂白鲨鱼妹 我信了 白了确实乖一些 还显成熟了 原来黑皮变白颜值真的能拔高这么多啊 我一个喜欢小麦皮的 为什么看了这个觉得白点好看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相信大部分人的审美应该都是白色吧 虽然小麦色是健康的颜色 但是喜欢的人的比例应该并不是很多 最近网上出现了很多火神骑摩托的二创视频 你还别说 火神这套机车服搭配上摩托 还是蛮合适的 从5.03位角色的大世界能力来看 后续的那塔角色也必然会有特殊的大世界能力 所以让火神骑摩托这种移动方式 想想还是蛮酷的 就看策划能不能满足大家了 有关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塔执行官入池 目前来看 要么是队长 要么就是少女 大家也是议论纷纷 不少玩家觉得那塔是队长 毕竟少女一点消息没有 队长倒是有很多戏份 但也有玩家分析说 队长会流到制东版本 少女会在那塔 个人也感觉少女希望很大 那塔前半部分的重点肯定是火神 后半部分的重点会围绕队长少女 和西巴拉克之间展开 对于纯强度党来说 一定要规划好抽卡计划 能过的就尽量跳过 不过队长进持后 肯定是要摘下面具的 目前也有不少玩家 绘制了队长的真容 还是非常帅气的 大家觉得呢 另外对于大家期待的动画 也有了好消息 网传《原神》长篇动画 正在准备于秋季发布重大公告 大家先提前期待一波吧 希望会有惊喜 根据不可控原因 后续不定时更新 那么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 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 不如关注下呀